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偉正醫師 那我們這一段的主題是 拉皮手術不只是拉皮 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所謂的 筋膜拉皮手術 筋膜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筋膜呢 那英文的縮寫是SMART 就是Superficial Muscular Neurotic System 那簡單的來講 它就是一個結地組織 很致密的結地組織 那會跟皮膚以及皮下脂肪 很緊密的連結在一起 那我們先前的影片有提到 就是關於皮膚分層的部分 那表淺的部分有皮膚 那皮下脂肪 那再來就是所謂的筋膜層 那這三層其實是很緊密的連在一起的 那如果要了解這個結構其實很簡單的 就大家可以捏捏看自己的臉 這樣捏起來的這個部分 這個可以捏起來的部分 其實就是皮膚 皮下脂肪跟筋膜層 那這個筋膜呢 從耳朵前面開始 我們講臉部嘛 就是這個所謂的中下臉部 從耳朵前面這段開始 一直到嘴角 那甚至也有文獻報告說 這個法令文這個部分 一直到鼻翼 也都有這個筋膜的結構 那 所以再回頭講到所謂的 筋膜拉皮啦 那拉皮其實有非常多種不同的方法 那有一種方法其實就是 真的單純只有 將皮膚做玻璃 就皮膚層而已 將皮膚做玻璃 然後將多餘的皮膚切除 然後縫合 再來如果是被拉皮手術 稍微有點研究 或者是有興趣的朋友 那一定會聽說過就是 所謂的筋膜拉皮手術 那意思就是說 除了這個皮膚之外 我們將這個筋膜做手術的治療 那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就是不只拉皮膚而已 那這個跟我自己手術 這麼多年來的經驗也是符合的 那目前的潮流也都是去向 要將這個筋膜做一定程度的治療 來增加拉皮的效果 那至於說 筋膜手術 其實它有非常多種 可以從簡單的就是把它拉緊 就將這個筋膜層折疊 然後縫合 另外也有做懸吊的 那一直到說 將這個筋膜做局部的玻璃以後 切除等 不管說手術時間啊 手術困難度啊 效果 其實也會略有不同 那還有就是 更複雜的就是 從耳朵前面 坐在側邊 只坐在側邊這部分的筋膜手術 那它當然相對來講比較簡單 因為我們就是從 耳朵前面開始做玻璃的嘛 越往前面做 就是越往 這個內側 就是越靠近法令紋啊 這個嘴邊肉啊 嘴角這部分 鬆弛的 也就是所謂生肌膜的這個區域 它的技術門檻就會比較高一點 那一直到 從這個前面一直往前做 通常就會越來越靠近 所謂的顏面神經的部分 這也就是手術門檻 比較困難的地方 目前做的 前衛生肌膜這個部分 大概我認為已經是到 人體結構的極限了 就是玻璃的極限 那也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做了這麼多種不同的 筋膜手術 覺得效果最好的一個方式 還有任何其他問題 也歡迎到整間來 跟我一起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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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